我在首爾美容展還帶了什麼回香港呢 就是這個叫Time Machine 是一個離子微震活膚的美容機 離子機就有一個導入的效果 而且這一部除了導入之外 它還有一個微震動 而且還有一盞LED的黃燈仔 是可以做活膚增加皮膚的屏障功能 還有眼睛 印一下它 你可以塗上眼精華 去一下眼腫 而它最特別的我覺得 它是有頭的設計 原來它是特意拿來做刮砂機 那怎樣使用呢 用離子機之前當然要洗乾淨的臉 而且這裡是導電的 所以你一定要拿著摸著這裡 然後就開機了 這是開機模式 還未開始的 再按多一下 它就會去了一個紅色的正離子模式 你就可以配合一些保濕的精華 好像維他命D3那樣 塗在臉上 然後按住這裡 機身要向下 因為它有一個LED燈 是想照到你的皮膚 所以就這樣做 它一碰到你皮膚那一刻 也會有微震動 即是幫你去一下水 亦都令到精華更加吸收 那你怎樣知道這部機是正在行動呢 譬如我現在沒有觸碰離子 這樣觸碰上面是沒有震動的 如果觸碰它 再觸碰皮膚 它通到電就會有震動 我覺得這個也是比其他離子機 優勝之處 因為其他離子機它是靜子 你都不知道它是否正在行動 其實每用完三分鐘 它就會自己轉去下一個模式 或者你也可以按鍵 直接去到負離子模式 最適合我們Synergy的維他命C粉 你可以C粉混合什麼呢 可以混合Lucidam 用黑頭精華 混合好它之後 亦都是塗上全面 亦都是肌面向下 負離子模式 就是最適合用一些比較酸性的精華 譬如維他命C粉 混合了Enlighten 都會變酸了一點 而這個負離子 就可以逼精華入到皮膚的深層 和發揮最大的效果 負離子模式還有一個功效 就是假如你Low Synergy的review 用黑頭精華 因為它都是果酸 它都是一個酸性精華 負離子模式一迫 就迫入毛孔更深處 令到用黑頭精華可以清到一些 平時你都清不到很深層的污垢 還有第三個模式 又按一下 橫彩色是否很漂亮 就是正負離子或等離子模式 它是專門做收緊和提升的 有一個手法 就是如何全面走光 你可以看看這個圖 在這些位置 淋巴位這樣推 所以它最適合配Super Serum 亦是一個增生骨膠原 收緊提升液靈的精華 這部機因此會有瘦面的效果 因為它可以令到Super Serum 發揮更大的功效 即時提升收緊 而且它的眉震動 都可以幫你短期內去到水腫 長期它的頭 亦可以幫你做一個 好像刮沙的作用 是通能霸的 如果你用完Super Serum 都覺得不夠厚 不如就加上Synergy的神級面膜 進一步修護 而且它更滋潤 更好推 而且亦可以抗敏感 增生皮膚的表皮鋼細胞 做一個更深層次的修護 而它最特別 我覺得它是有這個頭的設計 原來它是特意拿來做刮沙機 你可以在頸部這些位置刮 你也可以加上Synergy的 Elastance 一個彈力頸霜 我自己刮沙 我不喜歡用油 因為滑得太重要 我喜歡用霜 所以在這些位置 就用Elastance 還有眼 眼睛 你們不要用手機拉 你也是機身向下 印一下它 你可以塗眼精華 我覺得可以 尤其是朝早上去一下眼腫 閉上眼 也可以在這些位置按一下 最重要是眼袋 如果你用這部機來刮身 刮背脊 想它起沙 也可以用Synergy的Be Juveny 即維他命B3的身體潤露 在刮沙之餘 還可以幫你補濕 還有LED燈 還有刮沙時也有震動 這個黃色LED 其實有570微米的波長 可以增加血液循環 也可以加強皮膚的屏障 即是刮沙的位置 還可以做護膚 你們會問 跟之前的高速粒子美容器 PLABIO S1YG4 Plus有甚麼不同 首先 那部是高速粒子的Plasma技術 是很高能量的 而且它是發放粒子進入皮膚 而尼紙機就沒有進入皮膚 它只不過是令精華更容易迫入皮膚 而且科技WISE 都是兩個非常不同層次的科技 所以價錢亦不同 其實兩部機也可以同時用 沒有衝突 即不是同時 即是你用完PLABIO 跟著塗精華 跟著再用Time Machine來推 也是非常之好的 還有就是我有時敷完Snow Fox的面膜 之後其實還有很多精華留在面 我亦都會用它的保濕模式來推 Snow Fox面膜的袋子 每次都剩下很多精華 倒出來 塗在面上 再用這部機器推 這個韓國品牌 亦都是他們自家工廠在韓國製造的 電池方面它就是用3A電 沒有一個旅行相機的理電問題 包裝裏面有張Warranty Card 大家千萬不要不見 有這張卡和你的單據 你最好釘在一起 就會有一個保養在一連 盡量不要掉它落地 或者不要扔掉它落水 不可以的 還有這個頭不需要用酒精抹 大家平時用完 可能用水用濕布 都是抹一抹這些金屬位置 機身就可以了 想第一時間知道 Miming Mart的限時優惠 新品介紹和不定時的試用互動 馬上跟著示範在Facebook 設定搶鮮汗吧